刘培元的英文教师正确发音篇第162集 这个发音,英文发音不够好啊 它有礼貌的问题 因为你发音不好,只要听起来很累 一个是很累,一个是英文很多字啊 你母音的关系,它会听成别的字 可能它会听成别的字 会造成它听觉上的误会 让它想到别的字 所以一个是,一个就是说它听不懂 它觉得听起来很累 第二个就是它可能会听错,听成别的字 可是不是它的问题,是你发音不准的问题 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礼貌的问题 那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华人啊,很多错误的观点说 因为我不是外国人 所有英文发音是不好的,是正常的 情有可原的,我发音是不可能好的 这种观点是绝对的错误啊 但是你说小孩子,你说我邻居啊 小孩子啊,五六岁啊,七八岁啊 移民到美国过几年回来讲得很棒 那他为什么可以啊 因为他小去 所以你老了不行 所以他是小孩子去可以学,老人家不能学 老人家当然可以学啊,小孩子也可以学啊 这是,这问题是有没有拿到窍门啊 你有学到窍门,你五岁也可以学啊 二十五岁也可以学五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都可以学窍门嘛 但是人就这样子啊 小孩子不懂啊,我就去那边跟着学啊 他也不管别的啊 人就是这样子,到了一定年纪二十岁,三十岁就固执了 固执了,就找理由 人越大,越喜欢找理由啊 那我们来看看这几个啊 你说家禽 那不管你怎么念啊 有人可能看到FOW就念FOW 可是这音一点不难念啊 就是FOW FOW 当然要更准一点就除了这L以外呢 他这个L L是L也可以摆在前面,可以摆在后面 还有一个下面一个点的 他就是下面往后上方滑一下 所以他两个窍门 一个是L,FOW 一个是L L的话就是再往后面滑一下带点卷择音 这个也可以算伴母音啊 FOW 所以这样子念的话要长一点 如果没有L的话就FOW 可是 也精准的话就是他有个L音 FOW FOW 这个要多练习 像狐狸啊 有人可能FOX念FOXFOX 我们这边是讲美语了 因为这个英国人发音跟美国人发音的音啊 有时候差很多 有时候互相看不顺眼 我说是真的 真的互相听不顺眼 听不顺眼 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很土啊 美国也觉得英国人太咬文嚼字了 就像这个北京人啊 觉得台湾这个怎么都不觉得是啊 这个差太多了 台湾觉得这个北京人讲话这个太这个太作作了 而话已经太重了 有这个问题啊 都好 我的看法是 英国人发音也好 有他的传统 美国人发音也很好 比较自然一点 比较顺一点 都好 都好 这个 北京话也好 台湾 台湾国语嘛 也蛮亲切的 都好 语言就是 约定俗成 就是一种使用 就是人啊 要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这个除非是你讲的太不标准了 或者有些发音错误 那当然不行啊 一般来讲 要互相尊重 就像人啊 你说长得男的丑一点 女的丑一点 这天生的嘛 他不是故意的嘛 你说长得帅 长得漂亮 也不是他的功劳 他生下来就漂亮 他基因好啊 这有的时候就是 互相尊重一下 就不要说 这个你 长得漂亮 我就很喜欢 长得不好看的 就是 就是我们都不要 就是人啊 要互相尊重 他念Fox Fox R 卷舌的音Fox X他同时发 K跟S 所以他有的时候 一个字母 他可以发两个音 就叫X Fox 在法国啊 这个经常用 Fans 他也没什么学问 就是说他的 卷舌音 这个是大卷舌音 Fans Fans 那你说 这个很多啊 很多字 为什么这个发A的音 发A的音啊 不管它是A或者E 这个字母 他为什么有时候 发大卷舌中卷 你不要忘 我也不知道 语言叫约定俗成 约定俗成 为什么北方人类流血啊 南方人类流血啊 没什么道理 就习惯 语言就习惯 没什么理由 但是 也不用管原因 就是你照着做就对 语言就是大家在使用嘛 你就跟他讲说 我觉得你不好 你们 你们一万个人 讲的不好 我一个人讲比较对 这个人家是谁理你啊 就是你跟着 跟着 就是跟着人多 你到美国 你就失忆美国音啊 可是你要是下次去英国 你就不要讲美国音啊 你讲美国音 就讨厌你啊 你叫入境随俗 讲英国音啊 慢慢学啊 你在澳洲 那没办法 那想办法 学一点澳洲音嘛 M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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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Mate 一个伙伴 他们就喜欢这样 兄弟啊 这个老铁啊 Mite Mite 你说又不是 充满 那个 所以有时候要入境随俗 这个没办法 这外国人到中国 他说我不会讲中文 那你来中国 你来那个 来中国大陆干嘛 结果他讲的是怪强怪强 说干嘛 你不学好一点吗 所以语言是这样子 就是学的好一点 就是 也是尊重自己 也是尊重人家 所以像我一个亲戚啊 结果 儿子 很早就去了 大概二十几岁就去了 他娶了一个犹太人 一个女 男的嘛 娶女的 长得不怎么好看 可是发音很好 发音持证强语 后来他 这个亲戚把爸爸妈妈带过去 结果后来有一次 回台湾 一起吃饭 就那时候不认识他嘛 这个太太没认识嘛 外国太太就一聊 他说 哟 哇里勒 你不是说你没去过美国吗 我说对呀 没去过啊 哇里怎么讲的 持证强语啊 我说这个大概有天分吧 然后他后来单独聊 他就跟我抱怨 说老公啊 就是我那个亲戚啊 比我大两岁 他说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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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亲戚啊 不管是堂哥表哥 怎么 怎么去了美国几十年了 英文讲的还是不好 我说啊 有这么夸张吗 他说确实 后来我跟 那个 亲戚比我大两岁 也讲一讲 也确实差一点 那就罢了 夫妻几十年了嘛 还能沟通就好 后来就讲说 我说这个亲戚的爸爸 那时候八十几岁 他没办法沟通啊 去的时候一句话也不会讲啊 我说去 他老人家去的不会讲 去的那么多年 去十几年了 多少会讲一点 还是不会 还是不会 大概只会ABCD 其他不会啊 所以这人有的时候 就是你要移民 就互相 你尊重自己 也尊重人家 你多少学一点啊 这没个人天分 你说学的 学的不是很到底 可是稍微学一点 像这个Frank 就是坦白的 这个形容词 就坦白的 Frank 也是一样 跟这个法国一样 他是大卷色 Frank 那这个诈漆的 这个字就是 Fraud 他是卷色的 Oh Fraud 这个可能有人念上 Fraud 怪强怪调 就Fraud 我们看一下意思 Fal 就家庭 A domestic bird 就是 这个domestic 就是家里 家里饲养的 这个水鸟类的 家庭 这个鸡 鸭 鹅 鸡 鸭 鸭 鸭 这些东西 The barbecue simper pieces be found in fish 他们BBQ 就是烤肉 外公很喜欢烤肉 他们家里都有 前院 有后院 有车库 但是郊外 市区是不可能 这说在郊外的话 在前院 后院 烤肉 烤肉 烤了很多片的 牛肉片 家禽 家禽类的 还有鱼类 这个家禽类 Fox 狐狸 A wild animal The dog family With a bush tail 它就是一种 野外的一种动物 它是犬科 你不要念狗科 叫剑门缸类 科出手 它是犬科 不要说狗科 因为生物 我们中文翻 中文就讲犬科 就没有人在讲狗科 犬科 猫科 它有一个不许 毛怂怂的狐狸 我们说狐狸尾巴 露出来了 因为狐狸尾巴 长长的 然后粗粗的 带这个毛毛的 所以这个狐狸 可以做这个皮毛 狐狸 现在不洗了 现在保护动物 以前这个帽子 狐狸尾巴 可以做一个帽子 长长的 以前西部脱荒 所以常常海狸 狐狸 也做了帽子 Win the fox Pay Jews Take care of your geese 当这狐狸 祷告的时候 小心你的 鹅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 叫做 那个叫什么 这个成语忘记 就是 它是 这算是一个 英文艳语 当狐狸 对你表示很恭敬 好像在祈祷 很诚恳的时候 心怀鬼胎 表面上 它在祈祷 实际上 它在想你的 鹅 当然有可能是鸡 可能是鸭等等 就小心 就是那个表面 很客气 实际上它在打你的算盘 这个意思 它好像在 外表 好像在祷告的样子 其实不是 它准备要吃你的鹅 这个一个成语 France 当然是法国 A country in Western Europe 在西欧 西欧 那当然最西的 就是英国了 但是欧洲大陆最西的 是德国 是法国 法国 东边 德国 Have you ever been to France? Have you been to France? 有没有去过法国啊 所以有人 有时候人家超过我啊 说 这个 Have you ever been to 跟Have you ever been in? 差在哪里啊 这个很多人搞不懂啊 这个 但是很多次 其实观念很简单 但是就是 可能一向子 以前老师没教好 就是 Bentu就是 有没有去过? Have you ever been in? 有没有呆过? 这个意思应该听得出来吧 就有没有去过? 就是 你只要 你只要说 你说 我过个精 我住个一两天都算 叫Bentu 就不一定要时间长 反正我呆过 哪怕待一两天 过个精 几个小时都算 就是 你有没有 踏入法国的土地 哪怕一分钟也算 那Bentu 就有没有呆过啊 呆过就至少 几个礼拜以上嘛 这一两天 可能都不算嘛 就呆过几个礼拜 一直到半年 一年两年 就是 你有没有呆过 一段时间 叫Bentu 你有没有去过 去过你 下个飞机啊 这个 这落地啊 你 这个有时候 在市区 逛两个小时啊 都算啊 所以这样很简单了吧 Bentu 有没有 踏过那个土地 几分钟都算 一个小时也算 Bentu 有没有呆过啊 有没有呆过至少 几个礼拜 两个月 就时间久一点 叫Bentu 时间很短 叫Bentu 这样就很清楚了 Frank就坦白的 Open and Honest 就是很开放的 这个心胸开放的 很诚实的 I'll be frank with you 我会对你坦白啊 这个有什么话 我有什么话讲什么 Flood 诈欺的啊 这边应该是这个名字啊 再把德拿掉 Decid 就欺骗 Criminal dishonesty Dishonesty 就是 这就涉及到法律啊 就是犯罪的啊 犯罪的这个不诚实 就诈欺 He was sent to jail for fraud 他被送到监牢啊 因为诈欺 因为诈欺骗家钱 He was sent to jail for fraud 那这一集 我们这每集五个字啊 其实 这边已经八百个单字了 其实不难 不难 但是我们以前学的时候就是 可能老师教的不够好 就早期的话 很多英文老师也不知道 这些KK音标怎么发音 有的甚至讲 长音短音啊 就长音短 这不是长音短 他的音就是不一样 那像年轻老师 可能就比较发的准一点 所以这个发音 并不是那么难 但是就是 当然还是要花点时间 像我这边就是有系统的 这个地毯式的 把这些赤头抓出来 对大家发音会有帮助 我有十五个YouTube频道 麻烦你按十五个吧 不要只按一个 鼓励一下吧 按十五个 所以你要了解 我不是一个频道 不是只按一个 我这比较特殊 十五个频道 每一个都可以按订阅 那是不一样的 麻烦按十五个 这句教证